我們的生命是這樣演進的 這個就是未來 這個就是過去 這一點是現在 用剛才的例子 如果你小時候被人打過 被人踐踏到某個位置 那個過去的系統就會影響你現在 比如你小時候去到某個位置就是 你都要打我 你可不可以不要打那麼大力 那好吧 你收聲就不打那麼大力 你就會形成一個就算被打 都可以容忍 你的program 就是說你過去是會影響你的現在的 如果你過去是不開心的話 可以不可以 現在你們每一個人 其實多多少少過去都有事情發生過的 甚麼意思 老實說 我怎樣知道你已經跌得很低 我現在純粹給你一個西瓜去吃 小朋友是怎樣吃的 就這樣吃 整個身體濕透了 你怎樣吃 這樣吃 方死弄傷的 我就算說 其實你是可以進去廁所浴缸吃的 你都會怎樣 就這樣吃 那我就說很浮誇 帶我浴缸去沖著糧吃 那你都不知為何會這樣 你不會被自己這樣 哇 那些西瓜汁這樣拍淫片這樣滴在身上 你是不會的 你都覺得方死會髒 我心裡你待會都沖了 就滴咯 你不滴的 是不是 那些年輕人是怎樣 沖完糧都回頭 哇 又沖過糧了 那我就知道 如果我給你西瓜 我就知道究竟你差多遠了 所有你現在的東西都是過去的傷痛影響的 如果這樣的話 第一 你仍然在這個program 那你將來會追求甚麼工作 你會追求甚麼生命的待遇 你會覺得哪些人才是愛呢 你的生命就會被影響的 譬如我這樣說 我現在假設你舉舉手給我聽 可以嗎 譬如假設你的人生過去所有傷痛是沒有發生過的 你出世之後 你的媽是很愛你 你爸爸是當你生命是他的榮耀的 你的婆ב׌小學生細學生 所有小學的同學 小學的鄰居 所有的親戚 都完全告訴你 多謝你來到這個世界 你知不知道你的存在 為你家裡帶來多少的食物 如果你從小到大都是這樣 去到中學 你的老师又很喜欢你 你的同学又很爱你 去到大学又是这样 我想问如果你的童年过去 全部都是充满爱 全部都是充满爱的话 你觉得你现在会在做同一样工作 你觉得到现在这个时间是怎样 你应该仍然是在做你这份工作的请求手 如果你觉得我过去全部都是爱的话 我应该不是坐在这里的 我应该是在做其他的事的请求手 你便大概知道如果你过去所有东西脱了 你的生命会不一样 所以我想告诉你 你的未来其实是会被你的program控制的 即是说多多少少 有些工你都不会这样碰的了 我现在被谁未结婚的请求手 单身的请求手 我现在假设我给吴延祖介绍 他说很爱你Josephine 不连早想到你爆的 原来他可能不连早是那个谁 那个闻来那个 不尊 不尊 还要是有钱 不尊爱到你不得了 还要完全在闻来有钱的了 然后他说很爱你上去 你以为你会怎样呢 走啦 你被人骗了很明显 爱你你瘋了吗 你照下镜子 但是如果你的过去生命是被爱 那你会怎样呢 就会好似你偶尔见到那些 外国ABC的年轻少女 但其实她无论是外表和样貌 都是偏向有猪扒的味道的 她仍然是很自信 穿那些bra top tube top这样的 她的儿子仍然是很漂亮的 你想逗巴逗巴升她的 搞错呀你凭什么这么英俊 你不要理她自信就可以了 我值得了 然后偶尔见过那些很漂亮的中国人 她的自我价值是萎缩的 她会不让自己漂亮的 她仍然觉得自己展露人前是羞愧的 偶尔你会有些朋友觉得 她几端庄呀是不是 她几好呀 为什麽她经常吸引那些赞人呢 她经常拍拖都是那些赞人 吃她甲棍呀或者拿她便宜的 她又不会反抗的 还要衰到如果在这些位置 被人非礼多算呀算呀算呀 算呀算呀 搞错了她撕你大腿 算呀算呀 你直接是想刮她的 是因为她甲棍不了这个program 这些被人撕大腿都不敢出声的人 她已经在这儿停下 你猜她会不会容许她的生命有真爱呢 不会的 好的人她不信的 我给你一条好的儿子 你会走的 我现在想一想 如果我和她说 我说这一亿拿去吧 有缘再见 你会立即说 神经病呀不要乱用呀老邝 不知道是什麽人来的 但如果你的生命没有受到伤害 就是我真的要多谢你这麽用的了 真的的 你对于一个小朋友 他觉得我是值得拥有一切的 他就拿去用的了 但如果你的生命被踐达到某个位置 你的program 是会影响你未来的所有工作 所有的婚姻 所有的生活 所有的一切 你根本连醒都不醒 你根本连醒都不醒 所以我们想告诉你 我们有另一个想法 就是这个是一个被设定 无得选择的未来 我问你是不是想这样 你是不是上一世是这样 譬如我想问 未有拖泊或未结婚的那些 你想不想你的生命 翌日是口幸福美满 当然想吧 你想不想你的儿子是漂亮的 有钱的 或者至少是温柔 懂得去尊重女性的 你说我都想的 那你就有一个比起你过去的伤痛限制的未来 更高的一个点 这个我们会称之为是你的vision 是我们的充满翻译 是你想要的一个愿景 哇 如果这样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想做什么呢 我们不是想要你去被你的program影响 我是想问 你是想结婚的吗 你希望翌日幸福快乐美满 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好 那这个就是你的目标 麻烦 这个设定就是你的目标了 第一 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们的工作第一 就是先问 究竟你的未来想怎样 然后我会有很多方法 帮你去到这里 就是我们的方法 是带你去到这里 但是如果你真的去到某些位 给你后面的program影响 那好 我第二先跟你做healing 就是换句话说 我用一个例子 你是不是需要一定要治疗过去的伤痛 然后才等于去到这里 未必有些人是可以很坚定的 无论如何都选择到的 比如我教你的方法去到这里的 我说你每天就是无论见到谁 你都愿意去回应他说一声多谢你 例如要遇见到你 多谢你 如果假设 因为这些说话是高频的 如果你真的很傻奸奸 真的听了我说 你突然发现无论如何多谢你 你突然发现 不知道整个星期开始没那么辛苦了 因为你的频率开始用感谢去多谢 你的能量就会越来越高了 然后一个月之后你会发现 那些好东西开始来了 即是我们其实会教一些方法 是会帮到你的生命提升的 如果你乖乖肯做 其实你是不需要做治疗 你的生命就会好 但大部份人都会被这个program限制的 所以如果你怎样升都升不到 那我帮你跟你拆了个炸弹